我们今天的课程是画出你的家谱图 大家想到家谱图想到了什么 我给大家看两个 想到的是这个样子吗 这是霍英东先生的家谱图 我们在网上可以搜到 他们家里面每一代有谁呀有谁呀 第一人夫人第二人夫人第三人夫人 挺复杂的 这就是一个庞大的家庭 或者你想到是这样的一个家谱 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 说我们家以前的时候 有个就是长子 长子那个家里面说一进亭堂 他跟我描述说 从房点上挂下来的 就是挂下来一个家谱图 一代一代一代累加下来 但是很可惜 文革的时候都消失了 那但是我就印象中 就像这样一代一代记录 那在我们心理学里面讲的家谱图 跟这个都是不太一样的 那是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们心理学里面讲的这种家谱图 指的是这样跨越了三代 一代两代三代 这样三代之间的一些关系 我们呈现了他们的婚姻的这种关系 呈现了他们的兄弟姐妹的排行的关系 呈现了他们的性格特点 他们的年龄职业和他们现在的生存状态啊 包括这个地方我们还可能会在写上 他的这种婚姻什么时候结婚啊 离异啊等等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看一张图的时候 清晰度立刻就起来了 和我们说一些话 那个脑子里的印象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涉及到家庭的时候经常呢 画家谱图 然后这样呢让我们可能澄清 而且经常有的时候我在帮个案画的过程中呢 当画完以后 我们标注了每个人的这种性格特点和他的职业特点的时候 有一些问题就自然悦然纸上了 怎么叫悦然纸上呢 看完之后自己都能明白原来 我爸爸我爷爷就是一个暴脾气 这是老爷哈 我的老爷就是一个暴脾气的人 那么我的妈妈呢也是这样的暴脾气 所以到了我这呢 为啥我就暴脾气 我为什么总控制不住 我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关系 而且看到 为什么我妈妈经常这个样子呢 因为他受到了他的姥姥的嫌弃 受到了他妈妈爸爸的这样的一种眼里管教 所以我能理解我妈妈怎么会是那个样子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心底上 为什么经常要画这个图 所以是建议大家去了解自己的家庭 那我们就会明白这中间的一些部分和东西内容了 这个呢是我们经常会应用的一个小的技巧 你画一画呢 你就能知道更好的用图形的方式呢 去理解自己和理解自己的家庭 那这个呢是我们家谱图的一个基本的符号 这个颜色呢可以标可以不标 用同样颜色都行 你看我们要标注死亡和出生的这个日期 那么这是方框是男的 圆圈的是女的 画叉以后呢就代表了死亡 有问题的那个人就是画两个圈 就有问题的人 那么你看这个标注就是他们俩结婚 M号呢就是结婚了 那么同居的话呢 也会标注出这个时间来 是不同的 那还有这种孪生子 这个斜叉呢代表孪生子 一个一个的话呢 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话呢 就是代表兄弟姐妹几个 那么同时出生的就会从一个点上来 直衡出来 那同卵的话再会加一个连接 这个 那么包括同子女去领养的话呢 也会有矛盾关系 冲突大的话是用这种波折线的 比较年连的呢 就用多画几根横杠 关系疏远的时候呢 就画一个特别细的 那如果是离婚状态的话 就要画两个斜杠 分居的话要画一个斜杠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呢 大家不用背也不用记 网上呢一找呢 也能找到这样的图片 如果你看不清楚 这个小视频的创口比较小 你在网上一搜就能搜到 那你搜到以后呢 你根据这个说明呢 去画你自己的图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个画的过程中呢 画完以后呢 你先把基础的 大家这个怎么逻辑关系 先画下来 画下来之后呢 把年龄标注出来 把职业标注出来 把什么时候结婚呢 什么时候离一啊 什么时候是那个孩子的出生 和他的性格特点啊 等等 你先把这些基础的信息呢 画在上面 什么时候再婚啊等等 可能这种复杂情况不一样 每个家庭不同 把那个画出来之后呢 首先你就对你的家里 一个整体情况 有个简单了解 接下来呢 我们再加一点内化的 就是观点中的过去 指的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看一些 这是外在的客观的信息 我们再看一些内心里面 发生的一些内在的信息 而这个信息呢 我们尽量的去看的是 我们在18岁之前 我们说探索原生家庭的时候 我们先画的18岁之前 你回到那个时候 你和家庭里面的互动 看到的那些人的样子 你觉得这里面的一些 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每个人的当时的 在做什么职业 当时跟你们的 你们彼此之间的那种关系 是亲密疏远还是冲突 每个人的关系给他画出来 这样的话就会看到 因为我们探索的是 以前的生活在你内化 对你自己现在的影响 所以这是原生家庭里面 我们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18岁 我们每个家庭呢 可能都有不同的经验 就把你自己带回到 当那个时候 你的感觉 更细一点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画不同年龄的 一般来说我们先说18岁之前的 不用那么复杂 好 在这个中间 在那些关系图都 关系位置画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画一画 你自己的每个人的 三个正向的形容词 和三个负向的 去针对他性格的 性格的不同的特点 你发完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有规律可循 或者中间谁受到了什么影响 什么有突发事件 有没有 那就会记住 每个人呢 没有绝对的好最坏 我们做这件事情 不是评判抓坏蛋的 我们抓住一个剃嘴羊 抓一个坏蛋出来 或者抓一个模范出来 劳魔出来 捧出这么一个英雄来 没必有必要 我们在这里面只是想 尽量的客观的 还原一些现实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冷静的书写的过程中 就会让我们平静下来 我们会相对客观的呢 去理解这些事情 那我们的家庭关系呢 中间的一些体现呢 就是这样的 当粗线 特别粗的这种线条的时候 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是纠缠不清的 那么曲线呢 代表是比较有冲突的 细时线呢 在压力之下是普通的 正向的 这是一个常规的一种状态 虚实线呢 代表的是疏离的 比较什么的 所以在这个中间呢 我觉得大家呢 除了画这些 基本的这个线条之外呢 还记得我们最开始 跟大家讲的 生物心理社会的 这个模型的这个问题 你要看一看 你的父母呢 在你的这个部分里面呢 他的生物学的这些因素 和心理学的 社会学的这些因素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 一些问题 就是你有的时候 能够标注出来 如果在做的话 标注出他们的身体的情况 高血压呀糖尿病啊 就他们的常见的 具体的疾病 和精神疾病的 一些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 你都能预测到 自己的一些规律 因为我们说了 有一些是遗传性的 有些是基因上 带来的遗传 有些是生活方式 带来的遗传 因为你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饮食习惯是一样的 甚至你生活的地区 也是一样的 比如靠海的人 就容易有风湿啊 因为在海边 那靠内陆的话呢 那可能比如说 在我的家乡 那个省区的话 那么它就容易得一些 因为缺少这种蔬菜啊 缺少这些维生素的一些影响啊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类似跟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 所以我们的疾病呢 也会呈现 不同的区域的一些特点啊 这是大的生活环境的 那么社会性格特点呢 我们刚才也讲到了 那么还有一些 人们可能在不同阶段 又加入了不同的人 那个家庭的互动模式变了 你就能更好地去理解 当时为什么 家里面有一些变化和发生 为什么你跟别人的性格呢 会有不同 还有一个我们会看到 在这里面呢 经常呢 也建议大家去看 这种常见的心理问题啊 就是说心理的 我们说了有20%的 这种得病的概率 所以我们每个人是逃不开的 就算是没有达到疾病症的状态呢 家里头可能也有一些 情绪的特质出现啊 那么情绪特质呢 大概我们分为几种啊 一种就是情绪障碍 这叫做抑郁啊 大家经常说的双向里面是有抑郁 有高涨的 所以也归在一类 就是说他的情绪呢 就是总是爱看负向的东西 家里面的那个认知呢 总是走向负向的 总像知道无能的 自己是不可以的啊 这个一个维度 那另一类呢 是焦虑 焦虑里面包括了好多的这种 焦虑的这种障碍 但总的一个核心的特征呢 就特别爱担心 特别爱经常洗个东西啊 就是到强迫了啊 就是特别讲究卫生啊 不做完就怎么样 去追求完美啊 去追求这些秩序啊 去追求特别高的道德感啊 因为这些都是为了 因为不做这些事呢 可能就担心 未来是不可控的 对未来的有很多的忧虑 有很多 而这种情绪障碍的人 特别会后悔 特别特别特别 爱会后悔以前的一些东西 那还有一种的物质成瘾 就容易有酒精滥用啊 药物滥用 包括吸烟 特别重的时候呢 也会有 其实这些物质成瘾的背后呢 也有焦虑的那个因素啊 但是它的物质成瘾行为特别特殊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单列 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格的问题啊 饮食的问题啊 冲动控制啊 性的问题啊 精神疾病啊 这些呢会归成一类 还有孩子们出现的一些情况 那不论是怎么样子的话 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家庭 为什么这么讲呢 一个典型的强迫症的父母啊 就特别要求规矩和规则和严格的这种要求的时候 那个孩子们的表现呢 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呢 比如说 他就会特别要求从小就被训练 你必须做到什么 你不做到怎么样 这个孩子就容易纠结 其实一个是有基因的这种遗传技术 另外一种呢 就可能被这种纠结的这种状态 还有一种自恋型的父母 我们前面就讲了 这个父母可能有自恋型的一些人格的时候 就总觉得自己是最好的 其他人都不知道 甚至他的孩子他也是一样对待的 所以那个孩子呢 就总觉得要去满足父母 讲到以后呢 可能甚至于都不允许这个孩子去结婚 这我们都遇到过的 就不允许谈恋爱 不能去离开 只能为他服务 那当然这是极端的一些情况了 就算不是这样的话 家里头可能会对这个孩子呢 特别的依赖 就是孩子已经结婚了 依然呢 就依赖这个孩子就互相 因为他自己的功能弱嘛 我们说的功能不足的那种情况 那就会待在这个孩子的这个生活里面 所以父母在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下面呢就会有影响 包括双向焦虑 和我们说的这样基因疾病的话 那么他的遗传性呢 也比较高 不是说你父母中有这些就一定遗传 但是在这几个类里面呢 父母上面的祖辈里面是有的话 但他的家族里面就容易有这个部分 就容易有这种遗传的一些特质和再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这些情况 那这个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的家谱图 我们来看一看啊 看一看这个是我们说的案主啊 14岁了 初二孩子出了问题啊 那出了问题我们看看怎么回事呢 这是他的爸爸妈妈 妈妈呢你看做会计的大专一般说选择这种会计啊 律师啊 要求特别严谨的一些工作的话 其实比较是容易焦虑的 因为他刻板他容易按照规则 否则他干不好这个职业 那么这个爸爸呢是行政呢 也是打算他们结婚 你看爸爸妈妈之间冲突是不是特别大呀 而爸爸跟孩子的连接性太强了 这个孩子呢就有暴力的一些行为 上学的时候去逃学 因为父母呢 他跟妈妈就特别的冲突 经常的去冲撞妈妈 那就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你看这样的爸爸呢 在家里是老大 我们上面上一节课是不是就用上了 老大就做主做惯了 他是一个老大 但是呢 你看他下面还有弟弟 那么他的弟弟和他的弟媳呢 两个人呢 你看人家都是博士 他只上到大专 也就是说他在家庭里面呢 和兄弟之间竞争的时候呢 他的竞争是弱的 他就自己呢有自卑的部分 所以他在他的家里面就容易干嘛 希望在这里面找到自信 找到他自己的权威 但是他的老婆呢还不干 老婆有自己的规则和规定 没有去符合他这一块 是一种问题 因为你看他的爸爸 一定是让他父母失望的 因为父母都是大学教授 弟弟呢是继承了这一点的 可是他只做了个行政 没有继续树相门地 所以父母可能自然从小 对他的学习成绩是失望的 那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是不一样的哈 好我们再看妈妈 妈妈呢也是家里的老大 然后呢你看也同样是大学教授 按理说他们俩是门当户对 但是你看哎 妹妹呢这也是弟弟呢 两个在家里面本来是老大 要继承家里衣博呢 都没有发展的很好 两个人在一起呢生活 刚开始惺惺相惜 结果呢后来都对生活的这种境遇的不满意呢 都看不惯对方 而且我们前面说了 两个老大在一起会怎么样 都要主张是不是 都希望去自己做拿主意 然后呢冲突就不断 那这个过程中呢 他们又把三角关系加进来 开始拉拢孩子 所以这个孩子呢 我们说了 父母的很多情绪的问题 没解决的话 就会投射到哪里 投射到孩子身上 是不是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课程呢 就串起来了 那我们这个第二个模块的课程呢 就用这样一张图呢 就会比较好的去串在这里 那我们画完这个图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画完了 是呈现出了问题 让我们更清晰的去看这些东西 但目的是为了去超越我们的家庭 还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在模块二开篇的时候 讲了四位男人 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如何的发展 那么接下来 我给大家看一个美女的故事 我们要看一看 这些资源呢 你又做了哪些不同的决定 你可能去学习了什么新的东西 你可能突破了你的父母 超越了你的父母 像刚才几位男生呢 就是他们是企业家 都是超越的非常多 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呢 可能不能超越那么多 但起码我们在我们的阶层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是一浪 推一浪的 一浪比一浪前进 我们比我们的父母 可能有更多的学习的机会 有更多的社会条件 因为整个大社会的发展 也是带帮助我们的 创造了很多的机会和条件给我们 我们回到过去 去看看哪些是被欣赏的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从正向的角度来说的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在这个成长历程中 我们看到那些事件 因为我们说了 每个阶段都是有重大事件的嘛 那可能看到父母 就不经意间去对你的伤害 或者甚至于我们可以认为 他们有意而为 这是他们的个性特点 但是我们同样 我们要知道 我们说我们18岁之前的记忆 都是真实的嘛 我说的这个真实 指的是客观 是不是客观的 给大家讲个故事 那个有一对夫妻结婚了 那么妻子呢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姥姥家里面 她就印象的 小时候跟姥姥家一起生活 特别的幸福 姥姥家呢 有一个特别高的门槛 才能跨过他们家门槛呢 才能够去到大街上 到外面去 然后到了外面呢 他们门口有一条特别大的河 她觉得特别的美 这是姥姥家里面的印象 然后等她上小学之后呢 她就没有再回去了 因为有些原因 直到她成年之后呢 跟丈夫结婚 她就想起这个 又过了几十年 大概四五十岁的时候 她就特别想有机会呢 回去再看看姥姥的家乡 因为那个时候 给她留下印象 于是丈夫呢 就陪着一些妻子呢 就回到了这个家乡 他们就特别的去找那个高高的门槛 去找那条大大的河 可是来到这个村子呢 因为是乡村的 就没有怎么去多的发展 他们怎么找都找不着 那个大门槛和那条大河 问那个老人们说 老人说没有啊 这个东西都还在 都是原来的 后来他们突然之间恍然大悟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你这么高的时候 你去看这个门槛 是不是很高 然后你这么高的时候 看那条河 是不是觉得很大 可是当你长得这么高的时候 你再去看那个门槛 一脚就过去了 原来你根本都可能得爬过去 现在你一脚就迈过去了 还有去看门条 那个小河沟的话 原来的你因为这么小 那个河水滩流 你觉得会把你冲走 可是当你长得这么高的时候 你再去看那个河 是不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记忆中的东西 有的时候是因为 我们在那个年龄 我们那个年龄 但那个节点下 我们的感受感觉 不代表真的伤痛 和那个事情 有那么大的打击 而且这个是我们自己 现在回想一下 今天的我们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的我们 是没有能量 去处理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小 我们的能力有限 可是今天的你 已经跟那个时候 完全不同了 这是我们强迫性重复 如果还记得 我们第一模块里面 讲到的时候 改变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要分清楚 你今天的你和那个时候 你力量是完全不同的 你完全今天的你是有 可以迈过那个门槛的 你今天的你是可以跨过 那个河流的 你是有力量不同的 不要再拿过去的 那种感觉呢 去应对今天 当然这是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呢 有的人呢 就是在认知上 一旦认知呢 就调整改变了 有的人呢 情绪的那个积压的情绪 比较多 那就需要专业的处理 帮你去处理情绪 那就看我们每个人的 特质和选择了 另外一些 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们认为的事实 都是事实吗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 在这点讲课 你关掉视频的时候 去跟别人分享 我们我相信 100个学员 分享这个课程 有100个课程 但实际上都是 我一个人讲的 但是我们会分享出 100个内容来 为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认知 自己原来的经验 自己的性格特点 自己的理解 所以就会不一样 所以故事呢 都是我们自己建构的 这是现代的 后现代的理论 那我们再看一种情况的 还有一些事情呢 是你只参加了事情的前面 没参加后面 因为有些局面 没在你身上发生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段小视频 我们看到老郭因为生气呢 打了老二 老二呢 被打得皮开肉赞了 真的是屁股很疼 可是呢 我们老二呢 睡着了 爸爸偷偷地进了房间 去看望他 看他的被子 很后悔 跟妈妈流下眼泪 告诉妈妈 明天早晨去给老二 去炒鸡蛋炒饭的时候 这个镜头 可能你是不知道的 这是我们在做咨询的过程中 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是要帮助大家 去找原生家庭图 去在这个家庭图画完之后呢 等你平静下 文静下来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们去做访谈的 我很多时候 我自己也是前段时间 做了这个访谈 跟父母去沟通之后呢 就会发现 有些事情和你想象的 真的是不一样 我记得我最初学咨询的时候 其中成长了几年 平静下来以后 可以去跟妈妈敞开心配去聊的时候 有一个印象挺深刻的 因为从小 我的妈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 我觉得对我和弟弟 那我就会觉得 好严肃的一个妈妈 很严厉的一个妈妈 我就跟妈妈去讨论 当然我的那会儿的情绪成熟还不够 也会带着委屈 带着酷腔 跟妈妈去讨论说 你那年你为什么要那样 对我们 对我们那么严厉 搞得我胆子很小 我很多时候都不敢去争取 我后面长大了以后 失去一些机会 后来我妈妈特别诧异的看着我 我当时 为什么印象深刻 是因为她那个表情 她极其诧异的看着我 我就看着她 怎么回事 然后我妈妈开始去表述说 啊 这个样子啊 她说你知道吗 因为我哥哥比我大很多吗 哥哥从小时候学习能力特别好 他很聪明的 那他比我聪明 但是呢 长大以后呢 妈妈他们就对哥哥 是比较放松的管教方式 可是哥哥大了之后呢 就因为这个家里特别松的 他自己又贪玩 就没有再去好好学习 就贪着迷恋 迷恋去玩那会儿的游戏 就是搞体育 打住车出去 他就没有考上这个好的学校 就走了 就影响他 所以那个时候 我妈妈 我哥哥就去怪罪我妈妈 这么说 你哥哥就怪我们 说你为什么不管我 结果我妈妈说 我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然后就对我和弟弟 就非常的严格 后来我就跟我妈 绝望出去 那你也不能完全反过来 你也不能那么严厉 给我们点弹性 但是虽然那个话 是那么多的 但是我们之间的那种隔阂 一下子就化解开了 母亲知道 为什么我会给她梳理 我也知道妈妈 为什么那样去做 其实背后还是爱 她还是 这只是用了她认为的方式 都没有交流 所以当我们去探索到 一些背后的故事的时候 而且我也知道 我妈妈 他们成长的年代的时候 父母 他们经历了一些压力 他们曾经在那个时候 他们必须面对的一些事情 和我那个时候的 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当我更多的去探索到 他们的成长历程 知道中间成长过程中 发生各种故事的时候 我们彼此的心都拉近了 很多事情 也有可以得到谅解 当然有一些事情 也是不可原谅 或者说 有些事情呢 还是对你造成影响 那个是要去处理和成长的 但是也有很多呢 让我们能够去明白 所以建议大家呢 要去看一下这个小视频 就是去做这样的和解的工作 那么从继承到进化选择 就永远人们要为自己去负责任 我们不论是跳出来 我们的三角形 受害者 失害者 加害者 还是拯救者 我们都是从爱自己开始的 我们说自力 都是从自我分化开始的 那么我们才能够去做到选择 才能对自我负责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堂课 想给大家分享的 首先呢 我们通过家普图呢 我们家普图基本符号 还有第二个 我们的一些步骤呢 我们去画出自己的家普图 然后有一个形象客观的认识 画出之后呢 我们再去添加了这样的一些 心理的内心特点 形容词啊 它的这种关系的亲密疏远呢 还有一些特殊事件呢 如果这个都完成之后呢 我也特别希望 有可能去访问一下你的父母 去看一看曾经的 你不知道的一些故事 而在这些故事中间呢 就会有不同的感受 同时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今天的我们 已经跟那个时候 我们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重新的 去看待一些事情 去今天我们去的情境 我们不要成为 那个桎梏的大象 我们是可以去突破一些事情的 我说的桎梏的大象 大家知道 在这个马戏团里 就说经常会说 一个圣者 他在小象的时候 给他拴一个链子脚上 那个时候 他是挣脱不到铁链子的 可是因为习惯习惯 长到大以后 他依然不去挣脱 实际上 他的力量完全可以挣脱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大象没有学会 按今天的自己 去面对那个铁链子 那我们不要做 这样的一个大象 我们要学习 自己用今天的自己 去面对那个铁链子 我是可以挣脱的 他不是固在我身上的 不是父母曾经给我的 而且很多的事情的发生 是命运的选择 不是某个人刻意而为之 因为你的父母 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如果你访问过 他们的祖辈 他们的爷爷奶奶 他们的爸爸妈妈 就知道他们 为什么会形成 他们今天的他们 和曾经给你带来一些温暖 或者是伤害 所以通过人生家固图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他们的故事里面 这就是你的家族的故事 通过这一个故事里面 你找到今天的你的力量 那比如说我在这个访谈中 我就会发现 我爸爸小时候就是开心国 他是家里面很贫困的 然后承担了家里的很多责任 可是他是被叫做开心国的 通过我跟家庭的和解 现在我的身上 也多了很多幽默的特质 我不再是一个古版 白版的老大的那种形象 也有很多 经常会冒出很多调皮 好玩的东西 这就是我在连接了家庭之后 我会找回来的一些好的东西 这是我做的选择 我觉得父亲有 我也可以有 当然我们跟他不完全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去做选择 那么到今天 我们第二个模块的课程 就完成了 那么在第二个模块里 我们以代际模型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 家庭治疗的这种方式 给大家把这些概念理解出来 我们通过这几个自立的风化 包括家庭的舞蹈 情绪的传递 投射 逃离 就是这种隔离 还有出生顺序 以及加普图 帮大家从这个维度上 去梳理你的家庭 和你和原生家庭的关系 然后你们也可以带着这个视角 去梳理你现在的家庭 去帮你梳理你的爱人的那一半 你也能去更多的理解你的爱人 你知道他为什么形成纪念的他 就会知道有些东西不是他有意而为之 有些东西也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不自觉的在重复着一些他们家族中的东西 那我们看清楚这些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新的选择 我们去过不一样的生活 我们去跟我们的家族去连接 去和解 找回到我们家族的那份力量 因为我们就要找到我们的根 去迎接跟他们的那种能量去结合起来 当我们有了这些的时候 人就变得安稳 更踏实 更灵动 这个也是想送给大家的祝福 也希望你在这个路上 就像我们很多人的探索一样 越来越平稳和安定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大家呢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